蕭为怪鸟业 熊赐鸟之领群者 一百位民国蕭熊掠过历史的天空 注定是一场场搅动天下的风云几归 民国人物列传子蕭熊卷 由喜马拉雅与藤老者独家搏奖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讲袁世凯 小战最初的兵员是收编了定武军 大概有4750人 后来又招募了2200 加起来夯不浪的七千来人了 袁世凯的招兵他有一个特点 特别喜欢读书人 尤其是那些落魄的 没有钱没有机会的那些读过书的人 再就是什么呢 淳朴的农民 他坚决不找二溜着 什么游少好闲那帮家 同时呢 他还把徐志昌那等一干好朋友都请过来 徐呢 当然是个大财他就按照德国的训练科目 精心地模仿训练 做成各种课本 当时啊全世界都很瞩目 知道清朝 亚洲有这么个地方 也在按照先进的方法在训练 所以呢 英国的海军司令都成专门过来啊 参观学习 其实你说这种啊 训练士兵挺难的 但是呢 他说这比写文章容易多了 跟那个张志东 白火说练兵这事 看似复杂 其实简单 就是一手拿着钱和官 一手拿着刀 服从我的 就当官 拿钱 不服的 不服的就给你几刀 这话也算是道破天际 哎呀 这些成就大势之辈啊 只能是顺我者畅 逆我者亡 甲午的失败呢 对清朝 刺激太大 所以变法呢 成了朝野上下的一种共识 慈禧太后就跟光绪说过 说只要不捡辫子 你们怎么折腾都行 这个光绪皇帝年轻啊 听了这话 就跟打了筋血一样 推行这个君主立宪啊 跟日本学习啊 搞政治改革呀 等等等等 但是他太年轻 也缺少从政的经验 身边呢 这些人都过于激进 大多数都没有实际做事的经历 从夏天啊 到秋天 一共一百来天 你说他们发了多少个改革文件 一百八十六份 你想一想 这当时比现在那时候要难多了 那一个官方文件要涉及到多少的利益 他们废除了科举 搞得读书人人人之危 笑调取消官员的一些利益 破坏了原有的秩序 怎么说呢 就是到了无需变法的后期 应该说是越来越不得人心 老百姓呢 事不关己 官员呢 不胜其凡 所以呢 关于袁世凯 告密这件事 也有人认为是无奈之举 因为像他这种在海外办过事务的人 肯定支持改革 但是你看到康梁这些读书人 他不成事 你也没招 再就是说 你任何预案也没有 他从天津就带着北洋军 那时候还没成气候呢 就去抓人家荣禄 抓慈禧 怎么说呢 对国家大局啊 也很难说是好还是坏 所以呢 他出卖了贪师同 选择站队了慈禧 肯定是为了保全自己 保全北洋 也不乏处于大局的一种举措 反正吧 这光绪皇帝是恨透的 叫人画了他的线 天天在宫里用剑射的 宫车上书的这些读书人 就更不用说了 对其是恨之路骨 当时有一首民谣 叫六君子头鹿诵 袁向城顶着红 麦同党摇七公 康宇良在梦中 不知他是萧熊 这是第一次 有人说袁世凯是萧熊 这萧是什么呢 老百姓呢 其实管他叫猫头鹰 我查过这个说文简字 说是牧上鸟 不想子物 还说这种鸟能吃自己的母亲 飞过的地方 注定不会安宁 这个熊 英雄的熊 是历长也 也只鸟啊 就是出头鸟 所以呢 我们现在开始讲的民国这一百位萧熊 就一百只大鸟 率领自己的鸟群 奥基藏空 这些种种国王 事件 那在历史上 这个萧熊跟英雄 应该怎么区别呢 大家很可能都想起了 曹操跟刘备这个青梅竹酒 啊 这个 曹梦德就说 天下英雄 为死君 于我而已 啊 就咱俩 这个 英雄就是 萧熊 另外一句呢 曹操也说过 叫 宁可我父天下人 不可天下人 父我 就是要干大事 就不能有父人之人 所以在很多 点上 我们发现呢 这个曹梦德和袁世凯 还是有相似之处的 怎么说呢 袁世凯呢 有了怀军的背景 站队又正确了 所以在1899年冬天 44岁的时候 他就由 公布 幼四郎 升任 山东巡抚 做了 封疆大吏 那个时候 山东 义和全 闹得是特别凶 袁世凯呢 把他的 北洋新军 都带去了 就拿这帮人 练手 很快就给平息了 这个 义和团 打着驱逐洋人 忠军爱国的旗号 山东带不了了 往哪跑 惊惊计呗 嗨 也不知道 刺激太后 当时啥想 竟然认为 民心可用 结果 引发了 八国联军的 庚子之变 自己个 跑去了西安 这时候 这时候 你是秦王 推波助澜 还是 稳定 大局 这需要 很高的 政治智慧 袁世凯呢 和其他 三位大老 李鸿章 张之洞 刘坤一 推出了一个什么呢 东南 互跑 就是 首先 维持住自己的秩序 第二 坚决的清剿 这个义和团 第三 与洋人 展开外交谈谈 哎 果然 立竿见影 很快呢 就使国家 度过了危机 1901年 李鸿章去世 临死前呢 评价了袁世凯 他说 环顾与内人才 误出 袁世凯 诱者 所以呢 等于把怀军的带头大哥位置 转交给了他 第二年呢 刘坤一也是 而最后的大老张之洞呢 是 1909年10月4日 去世的 他后来随意 老朽吧 丹河 袁世凯俩 这是一南一北 一唱一鹤 办了不少的大事 1902年呢 袁世凯从河南 返天津 可以绕到南京 拜见那里的张之洞 两个人 吃了饭 喝了酒 哎 谈了两个多小时 正聊着 起劲呢 袁世凯发现 呦 老头趴在桌上 睡着了 心说得了 人这年纪了 走吧 尿筹了 就出去 可是朝廷有规矩 这迎来送往的 一看 哟 这 咚咚咚的 铃炮 给他送行 这一打炮 哎 张之洞醒了 说这失礼了 失礼了 赶紧追到下官 啊 跟他说 咱们后会有期 你还这么别说 真有期 第二年的 张之洞从武昌 去北京 路过 子力保定府 哎 他们又是一番 喝酒聊天 你说喝着喝着 嘿 这个老张头 又趴在桌上 呼呼睡着了 后来就有人说 说哎呀 张之洞太老了 你看他 现在啊 起居无节 号令不行 面目可争 言语无畏 哎 人在高位呢 被人说 很难免 但是袁世凯呢 对他应该 很尊重 但是呢 哎 他那个时候 因为炉日中天了 也挺牛 有一回呢 就对 德国驻中国的公使说 张中堂是做学问的 我是办事的 这话呢 就传出去 叫顾鸿鸣 给知道 挺不乐意 就说 诚然如实 但 那要看 所办的是 何等事 如果是老妈子 倒马桶 固然也就 不用学问 除了 倒马桶之外 我不知道 天下有什么事 是无学问的人 可以办好的 元世凯呢 其实 也很愿意 跟这个 读书人 这个交流 交往 有一天 他就跟 马向伯在一起 聊 马就说 现在这个四道啊 要做大官的人 一定要懂得 贿赂宦官 进而 接纳清贵 便可 越基而生 做到宰相 也不难 元世凯 真就信以为真 哎 揭晓李莲英 什么的 果然就 一路顺风 嗨 现在搞这个 叫什么 政府关系啊 哈哈 差不太多 当然呢 他其实也有 拦路虎 就是 比如说 护驾有功的 陈春轩 就很看不上他 两人老增位子 元世凯呢 为了 搬走他 就PK了一张 陈和康有为的 合影照片 通过 这些 太监 就送给了 慈禧太后 慈禧说 你说你哈 吃吃喝喝 玩玩闹闹 都没事 你怎么能跟这革命党 搅成一起呢 哎 就这么着 元世凯 间接的 搬走了这块 绊脚石 后来呢 哎 慈禧也老了 就授权 所以呢 元世凯就 一顿折腾啊 搞边阁呀 君主立宪啊 效果呢 应该说 还是比较明显 等到了1905年 这个时候啊 北洋军已经 伟大不掉 成了大清第一武装历练 当时的北洋六镇 除了第一镇是满足铁梁啊 这是朝廷硬塞进来的 他做的那个统领 其他武镇全是他的嫡系 什么王英凯啊 段祺瑞啊 王世珍呢 基本一手带出来的亲信 同时呢 这元世凯还坚硬 都办的什么 电政大臣 铁路大臣 桑约大臣 整个控制了什么 工况企业 铁路警察 新学堂等等 把总理大臣 庆庆王 整个给架空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北洋真正的 成为了一个军事政治集团 外国的这些人 绝大多数都很欣赏他 也支持他 个别的 还很怕他 但是 满族人记录他 觉得他 位高权重 这比以前的 曾国藩李鸿章 还厉害 简直 这有点像 东汉的曹孟德了 何况他又这么年轻 所以呢 就 经常给他这个 死罢了 等到 慈禧太后 逝世以后 摄政王他们就说 哎呀 这老太后走了 这人谁能治住 干脆 干掉他 算了 这时 张之东 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说 皇帝这么想 贸然杀掉这么重要的领兵大臣 会引起霍乱 其实说这话 就等于表态 袁世凯呢 也知趣 反正北洋 这个武装力量啊 掌握在自己手里 已经成事了 所以呢 与其叫人家主动出手 还不如干脆 自我回避 所以不久他就说 哎呀 我这个脚有病 就回到老家河南 你回就回呗 嘿 他没回相城 去了安阳 啊 这是河南一个南一个北 这事呢 我一直 没 哎 想问这 这整回事 直到我去了那次 安阳 我才知道为什么 因为呀 以当时的交通条件 你从州口到北京 你一个晚上是赶不过来的 而从安阳到北京 使用快马 就是驿站啊 一个晚上 可以稳稳的赶到 所以 当天的事情 袁世凯就能知道 等于呢 把半个朝廷啊 抓在手里 处理各种事物 包括官员的任命啊 各种大事 哎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 这些做大事的人呢 他都是从小处抓起的 嗯 并不是说 什么安阳风水好 不过也有关系 安阳是中国第八个古都 嗯 其中啊 有一个照片是袁世凯 穿着这个缩衣 在那钓鱼 滚着钓鱼船嘛 他当时写了一首诗 很有名 百年心事总幽幽 壮志当时苦未愁 野老兄中 富兵甲 吊翁眼底 小王 此量天下无盘石 太喜深舟便取 闪发天涯 从此去 言说 雨立 一余 舟 光是钓鱼 还不行啊 袁世凯呢 还得装出一副 啊 富家翁的样子 不停的 纳妾 所以呢 他 这辈子一共是一个正妻 九位妾 生了十七个儿子 十五个女儿 后来这些人呢 开花闪业 啊 到现在 海内外 很多袁家子弟 多数吧 都是非常有出息 当然他子女中 我最 喜欢的还是啊 前面咱讲过 民国四大公子之首 袁克文 话说 1911年10月10日 武汉一声 呛响 南方一派 辛火燎原 革命党 折腾了一阵阵 就在南京 成立了 临时政府 但是呢 不管是林元宏啊 还是黄兴 都不肯当这个 临时大总统 说啊 我们做个大元帅就行了 啊 于是就从海外 请回了 革命的精神领袖 孙中山先生 当起了这个 临时大总统职务 好 今天咱们就先讲到 到这儿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谢谢大家 我们先讲到这个 幕后事宏 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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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